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心 他们离弃了真神 去敬拜偶像 而且 硬着景象 偏行极路 不肯悔改 语劝不听 所以 神就拆派谁去惨罚他们 巴比伦王 尼布甲迪萨 来网教的 巴比伦王派兵攻陷了燕禄撒冷城 用火焚烧了神的圣殿 又用刀击杀了神的百姓 更加剩余的犹太人 掳去放逐到世界的各地 犹太人就抢了无家可归的王国奴了 过了大约半个世纪 巴比伦又被谁征服了? 波斯帝国取代征服了 感谢祖 他感动了波斯王古列的心 特别善待被鲁的犹大人 他下了一刀圣旨 让他们回归耶路撒冷 重建耶和华的圣殿 但是呢 只有一小部分的犹大人响应 他们落叶归根了 但是大多数的犹太人 就是犹大人 却选择继续留在波斯帝国 在异国他乡飘泼 以斯帝就生长在这个犹太人多灾多难的时代 他从小父母双亡 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 他有个堂兄叫做什么? 莫迪感 领养了他 成了他的义父 他们妇女二人相依为命 在波斯的首都哪里啊? 书山城里寄居 你记得当时波斯王是谁? 雅哈随鲁王 废掉了王后瓦什提 取而代之的 竟然选上了谁啊? 以斯帝 所以转瞬之间 这个犹太的俘虏 变成了波斯的王后 这个卑贱贫穷的小女孩 摇身一变 得到了贵族的尊位 从尘土当中 神提拔了她 让她登上了宝座 成了波斯的第一夫人了 但是我们读第三章的第一节 这是以后 雅哈随鲁王 抬举雅甲族 哈米达他的儿子 谁啊? 哈曼 使他高深 叫他的爵位 超过于他同事的一切成长 在朝门的一切成都 都会败哈曼 因为王如此吩咐 唯独莫迪改 不贵不败 你记得 为什么尤大人莫迪改 不肯贵败 雅雅族的哈曼呢? 为什么? 因为这个哈曼是神所咒诅的 雅玛利人的后代 雅玛利人是旧约的恐怖分子 他们专门称人之围 背后捅人一刀 欺负弱小母主 这是神所痛恨的 所以神命令以色人 进入迦南地之后 得享安息之后 要把这些卑鄙的小人 把这些雅玛利人 攒尽杀绝 因为神恨恶他们不义的恐怖活动 《生命纪》的第25章16节到第18节 因为行非义之事的人 都是耶和华尼神所憎悟的 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 亚马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 他们在路上遇见你 趁你疲乏困倦 撒及杀你 近后边软弱的人 并不敬畏神 他们有 亚马利人 趁人之围 落井下石 并不敬畏神 所以 耶和华尼神使你不被四围 一切的仇敌扰乱 在耶和华尼神 赐你为业的地上 得享平安 那时 你要将亚马利人的名号 从地上当什么 土脱 土脱 不可忘记 因此 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之后 神就猜派第一个王 谁啊 扫罗 扫罗 去替天行道 去审判亚马利人 但扫罗王 有没有贯彻神的使命 没有 他没有把亚马利人撒掉 却留下了一个活口 就是谁 鸭甲 鸭甲 扫罗 祈祷 雅玛利人 申请了 雅玛利王 雅甲 这个雅甲 就是哈曼的 老祖宗 如今 雅哈水鲁王 抬举了雅甲族的 哈曼 这个雅玛利人的孽子 登上了高位 哇 小人得志 胡家胡归 如来勿扬 人人都对他 毕恭毕敬 屈膝 下巴 唯独莫迪改 不贵 不败 为什么 因为 耶和华已经起了事 比世世代代和雅玛利人争赞 既然如此 莫迪改 怎么能够 与雅玛利人和好呢 神要把雅玛利人都从灭了 莫迪改 身为神的儿女 怎么能够容忍他们呢 他们 是神的仇敌 莫迪改 怎能向他屈膝 下半 点头哈腰呢 如果莫迪改 照着王的吩咐 向哈曼下半 那就等于和敌人妥协了 那就等于违背了神的命令 违背了神的话语 所以莫迪改 您此也过低头 我可以想象 当时 在朝门的城堡 就是莫迪改的同事 他们想尽办法 要说服莫迪改 这些想象是 在圣经范围之内 合乎圣经的想象 不是操约神经的 曹门的城堡说 莫迪改啊 老兄 相信耶和华上帝的神的子民 犹太人不止你一个吧 千千万万的犹太人 都向哈曼下半 低头了 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 硬则紧偏 四命清高 标新利益 不贵不败呢 莫迪改回答说 我们每个人 各自都要向神交代 别人可以低头下半 但是我不能同流合乎 因为神的话 你清清楚楚摆在眼前 我怎么能够明知故犯呢 不 我不下半 曹门的城堡 我回答 你莫迪改的老顽固 这不是好歹 你想想 现在是谁当道 现在是谁的天下 哈曼是当今的宰相大人 他有权有势 你不低头 他就要你的头 手臂怎么拧得过大腿呢 你不要不自量力不知好歹啊 如果莫迪改 你非要小题大做 一板一眼造的圣经器做 你在这世代中活不下去 我劝你啊 还是知趣点 事实物者为俊杰 还是真之言 闭之言 算了吧 别太认真 不要自讨普世 你跟哈曼的辈子干 就不能好死的 莫迪改 莫迪改跟哈曼说 我已经考虑清楚了 我不惜任何代价 要遵行神的话语 头可断 事不可灭 曹门的成夫说 你要遵行神的话语吗 那圣经说呢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 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 抗拒的必自取刑罚 你为什么要抗拒王的命令 不向哈曼下败呢 莫迪改回答说 当人的代理权柄和神的至高权柄 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 我们必须顺从神的命令 不能顺从人的法令 顺从神 不顺从人 是应当的 曹门的成夫对莫迪改说 你要跟哈曼对着干 这是鸡蛋捅石头 这白白送死啊 圣经还说了 要灵巧像蛇 要寻量像鸽子 在什么人当中做什么样的人 我是你啊 随何点儿 只要你稍微点点头 喊喊腰 让让步 就这么点点头就可以消灾了 俗话说得好 好饭不吃 眼前亏 你何必硬着脖子死不低头呢 你不但自己碰一鼻子灰 你还要绊倒别人呢 圣经诺说了吗 绊倒人有祸 你别断倒人呢 莫迪改夫打说 你们断章取义 你们虚解圣经 我不听你们的话 我要听神的话 曹门的成夫说 莫迪改呀 你可要不选大局呀 你知道吗 哈曼的脾气 可是不好人 万一你把他惹火了 不但你一个人遭压 而且所有的犹太人 会给你一块儿倒霉的 你要死一个人去死吧 你何必拖人下水 给别人带来麻烦呢 莫迪改回答说 我的责任是顺从神的命令至死忠心 后果神自慰负责 陈福说 莫迪改你顽固不管 你自以为意 你偏激 你自私 你没有爱心 莫迪改说 我不管别人怎么说 我只愿 我只愿奉从神的话 讨神喜悦就够了 您为欲碎 不为王权 但尊神职 莫问前程 既然莫迪改 您死 不肯妥协 不肯低头 不肯让路 曹门的城堡 就向哈马打小报告 哈马大人 有个犹太人 名叫莫迪改 他坚决不肯向你下放 我们问他为什么 他说他是神的子民 他是个犹太人 所以他不用向你下放 可以吗 三章总结 哈曼见莫迪改 不为不败 他就怒气天凶 什么 这个是小小的犹太人 竟敢不向我娶气 岂有此地 在圣怒之下 哈曼定义 不但要把莫迪改 一个人置于死地 而且要把所有的犹太人 全族操杂 杀光 于是 哈曼就 按部就班的 采取行动 我们上次讲了 有五个步骤 第一 他策签 就是抽签 他选了一个黄道集 就是十二月十三 好片 他告状 他说 他对雅哈瑟米王 第八节 他说 有一种名不服王法 容留他们 与王不义 不如把他们杀掉吧 小人先告状 第三 他贿赂 九到十一节 他出了一贯他连德影子 换取了王的戒指 换言之 他用金钱换取了权利 好 第四 他立法 十二到十三节 他奉王的名义 制定了一道法令 在年底就是十二月十三号 要把所有的犹太人都攒进撒去 第五 他传使 十四到十五节 他拆派一族快马加鞭 通告了全国一百二十七个省 在那一天 要释放 把犹太人撒掉 你记得波斯的法令 一旦藏出来 可不可以收归 覆水难收 似乎所有的犹太人都大限已定了 再过十一个月 现在一月十三号 再过十一个月到十二月十三号 他们就死定了 没救了 完了 精彩 在这一个 犹太人 大门当头的危险时刻 在所有的犹太人当中 唯一能够幸免 唯一能够保身的 只有一个就是谁 以斯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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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莫迪改的命 如抚养他的时候一样 至今他做了王后 还没有人知道以斯帖的犹太人的背景 也没有人知道他跟莫迪改的关系 是妇女的关系 何况他身为波斯的王后 他是波斯的第一夫人 得国王宠爱 得天独厚 他可以躲在王宫里头 悠然自得 明哲保身 逃躲这场犹太人的杀身之祸 但是神对以斯帖 却有不同的代理 不同的计划 我们今天查考的主题是 现身的时机 这篇信息一共有六点 第一点 曹门外的悲哀 我们同声来读第四章的一到三节 莫迪改知道所做的这一切事 就撕裂衣服 穿麻衣蒙灰尘 在尘宗行走 痛哭哀嚎 到了朝门前停住脚步 因为穿麻衣的不可进朝门 王的预指所到的各省各处 犹大人大大悲哀 仅时哭泣哀嚎 穿麻衣躺在归宗的圣桌 好 公开的披麻蒙灰啊 是东方的风俗 和仅时哀嚎是同时并进的 你记得先师约拿到尼尼维传道说 再等四十天尼尼维就要倾倒了 尼尼维人听见了就怎么样 就没感 第三章说到 尼尼维人信服神便宣告警时 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什么 麻衣 这信息传到尼维王的耳中 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府 披上麻布 坐在灰中 所以披麻蒙灰 是古代的东方人誓哀的方式 如今呢 从首都书山城开始 王的律师划纳 所到之处 尤大人听见了 随即就披麻蒙灰 警时祷告 痛哭流泌 哇哇哇 就哭了 一片吐声 随着异服的脚步 尤大人哭声刺激 消息传到哪儿 尤大人就哭到哪儿 哎呀哎呀 哇哇 披麻蒙灰 我闹出一片吐声啊 整个波斯帝国一百二十七个省 一片哀态声 一片哭泣声 但只有一个地方 是平平静静 无忧无虑的 只有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 就是书山城的王宫 第二天 莫迪改到了哪儿 曹门前 曹门前什么地方 宫廷的门口 王宫的门口就停住脚步 为什么停住脚步 因为 穿麻衣道 不可禁草门 这是波斯的宪法 王宫里头 不可以有悲伤 王宫里面 不可以有眼泪 为什么 因为伯王是天之骄死 因为伯王是天之骄死 所以穿麻衣道 不可以进草门 别买 这是曹门外的悲哀 我们再看第二点 宫廷内的无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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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他脱下麻衣 他却不守 以色帖就把王所派伺候他的太奸 名叫哈塔格招来 吩咐他去见莫迪感 要知道这是什么事 是什么缘故 你看 曹门外 一片哭声 悲痛欲绝 但是王宫里头却安安逸逸 一无所知 王后以色帖竟然浑然不知道 自己的同胞百姓已经大难当头了 都在苦外要死了 他都不知道 曹门外的犹大人 都披爬红灰 紧实祷告 王宫里的以色帖却封衣足食 无忧无虑快快乐乐 虽然只有一墙之隔 但是宫内和宫外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 宫廷内的以色帖活在一个幸福美满的世外桃源里 它跟外界的悲惨世界完全隔绝了 宫廷内的无虑 建莫迪盖 莫迪盖 将自己所遇的事 并哈曼为灭绝尤大人应许捐入王户的营述 都告诉了他 又将所操写 传遍苏山城要灭绝尤大人的旨意 交给哈塔格 要给以色帖看 又要给他说明 并嘱咐他进去见王 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 哈塔格回来将莫迪盖的话告诉以色帖 哈塔格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 一个小太监 但如今他在莫迪盖和以色帖当中 成了一个重要的桥梁 不要轻看他的角色 虽然他是一个配角 但如果没有哈塔格中心的传性 犹大人就完蛋了 就没救了 你记得乃曼的麻风病是如何得医治的 起初是借着谁啊 一个以色列被捕的小女子的见证 还有主耶稣是什么 为保五千人的 借着一个小男童奉献的五饼二饼 这个小男朋友和这个小女子叫什么名字 我们都不知道 他不过是默默无闻的配角而已 但这个配角是不可缺少的环节 如果配角演不好 整出戏都要炸锅 在人生的舞台上 常常我们不是主角 而是神要我们演配角 不要忽视你的角色 也不要忽略神交托给你我的小事 如果我们在小事上不重心 我们在大事上也不会重心 哈塔格就是这样一个在小事上忽心的配角 他把莫迪盖所交托给他的话 原原本本一模一时地传给了以斯田 嘱咐他去见王 为他的骨肉红包在王面前恳献祈求 哈塔格的传信 我们再看第四点 以斯田的游鱼 十到十二节 我们同神读 以斯田就吩咐哈塔格去见莫迪盖说 王的一切尘土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 有一个定力 若不蒙招 善入内院见王的 无论男女必被致死 除非王向他伸出经账 不得存活 现在我没有蒙招进去见王 已经三十日了 人就把以斯田这话告诉莫迪盖 博斯宪法明文规定 没有国王的召见 主动的召见 任何人敢善入内院见王的 不论是男女 一律都要除此 这是众所周知的 人人都知道的一个定律 一个波斯的法令 请问为什么波斯国会有这么一个定律 我相信有两个原因 第一 为了王的安全 因为常常有人想要刺杀国王 记得莫迪盖就揭发了这样一个阴谋 所以为了王的安全起见 任何人都不准靠近他 第二 为了王的亲近 当时啊 就像今天啊 很多人到中南海去上访 也是啊 当时波斯帝国一百二十七个省 很多冤枉事情 很多人都要上告啊 要申冤啊 要请愿啊 如果人人都可以自由出入王宫 随便上访王宫的话 那王不要烦死了吗 是为了王的耳根亲近 任何人都不准靠近他 除非王特别恩准 伸出他手中的金杖 保全求见者的性命 要不然管他是谁 是男也好 是女也好 都格杀勿论 不得曾谎 何况以斯帝十一节 这么说 现在我没有蒙昭进去见王 多久了 就三十日了 那么可见 以斯帝跟国王的关系 是不是很亲密啊 不是 他不是那么受宠了 他跟王的关系不过是一般般而言 所以如果他擅自主动闯入进宫去见王的话 那么恐怕凶多吉少 如果不成功就要成人 连他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住了 所以以斯帝有一些犹疑不决 他不愿意冒这个风险啊 好 我们再来看第五点 莫迪改的激励 我们读十三到十四节 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帝说 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迫一切尤大人 得免遮祸 此时你若闭口不言 尤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 蒙拯救 你和你的富家必至灭亡 言之你得了王后的位分 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 什么机会啊 他可以利用神赐给他的优越的条件 是王后的身份 为自己的骨肉桶 包括犹太人挺身而出 向皇上求情开恩 这是莫迪改对以斯帝的挑战 你去为你的同胞求见皇上 以斯帝该怎么办呢 他面临一个重大的抉择 有两个选择余地 第一 他可以选择继续留在王宫里 躲在王宫 闭上眼睛 塞住耳朵 不闻不闻 只顾自己个人的安逸 不管自己骨肉同胞的死活 第二 他也可以选择奋不顾身地挺身而出 闯入境宫 求王开恩 拯救以色列人 他在两难之间进退 他该怎么样选择呢 我们可以想象 当时以斯帝的太监 这又是神圣的想象 根据圣经的 不是超越圣经 圣经范围之内的想象 有个太监对以斯帝说 皇后大人 您可要好自为之啊 我们听说您的义父莫的感 不知天高地厚 竟敢得罪当今的宰相哈曼大人闯下大祸 不但自找麻烦 更连累了所有的犹太同胞 给自己整个民族惹了下身之祸 您可千万 皇后大人 不要牵扯进去啊 尽管您是个犹太人 但是没有人知道您的嫡系 我们这些宗习的太监 放心好了 绝对不会出卖您 不会暴露您的身份的 就算有人知道您是犹太人 什么关系 怕什么 您身为堂堂的皇后大人 波斯的第一夫人 您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谁敢动你皇后的一根汗毛啊 您可以安安全全的 在王宫里头避避风头 皇后啊您可要聪明点 千万不要干出傻事 不要自讨苦吃 卷入这场没有必要的风波之中啊 也许以斯天回答他的太监说 还有 莫迪改 是我的义父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从小我父母双亡 我无依无靠的时候 他帮助了我 他抚养我咋了 如今 他面临危机 我怎能只顾自己见死不救呢 还有 犹太人 是我的骨肉同胞 是我的手足兄弟 如今 他的面临灭顶之灾 杀身之祸 我岂能 袖手旁观 无动于衷呢 他能在槽门外 生死无定 唯在旦夕 我怎能几个人在王宫里头 独享安逸 苟且偷生呢 我不能这么做 太监 也许说 皇后大人 您 您的 一番心意 孝敬父母 饮水思源 施恩图报 爱国爱民 精神可嘉 令人钦佩 很好很好 但是 皇后啊 您可要看清 现今的时局啊 如今是 哈曼 小人担当的时代啊 老虎屁股摸不得啊 您虽有心 为国尽忠 为父尽孝 但是 皇后啊 您心有余 力不足啊 虽然您身为王后 但是谁不知道 没有国王的招见 任何人要擅自闯入进宫 求见皇上的话 恐怕是凶多吉少 久死一生 您何必自讨故知白白送死呢 要死 要死的 纵于泰山啊 才值得啊 不要死的 轻如捧帽 太不值得了 皇后大人 您可要好自为之 三思而后悔 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意气用事 成一时中有 只有闯下大过 就后悔莫及了 您千万要 慎重考虑啊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进退两难的时刻 莫迪改 托人恢复 以斯帖说 我们再读一遍 十三到十四节 莫迪改 托人恢复 以斯帖说 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 犹大人 得免这祸 此时 你若闭口不言 犹大人 必从别处得解脱 蒙拯救 你和你的父家 必至灭亡 因此你得了王后的位分 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 这是莫迪改的激励 我们再看最后一点 以斯帖的现身 我们读十五到十七节 以斯帖就吩咐人 违报莫迪改说 你当去遭聚书山城所有的犹大人 为我警示三奏三夜 不吃不喝 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警示 然后我唯利尽去见王 我若死就死吧 于是莫迪改照以斯帖 一切所吩咐的去行 好终于以斯帖 下去决心 痛定思痛 要为他的同胞胡大人冒险进宫 求见皇上 但首先呢 他遭聚了所有的神的法性 不论是宫内的还是宫外的 为他紧实祷告 三奏三夜 可见 以斯帖不是挺靠他自己的血气行事 他乃是单单的在等候主 仰望主 依靠主 然后他说 我要唯利 唯法 进去见王 我若死就死吧 至少我尽了我的本身 尽了我的天职 我心安已得 死也明目 于是神就借着这一个 在人看起来是弱不精通的女子 借着他甘心的现身扭转了大局 拯救了以色列人 脱离了这场浩劫 这场浩劫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我 今天的处境 也跟以斯帖一样 我们 也蒙了主 莫大的恩典 在茫茫人海中 在千万人当中 神拣选了我们 他从尘土当中 提拔我们 高举我们 赐我们 神儿女的身份 约翰一书三章一节 你看 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词 宋德称为什么 神的儿女 对不对 如今我们的身份 比世上的王子公主 还要高贵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是万王之王的孩子 我们比胡锦涛的儿子 我们比欧巴马的太太 更高贵 更尊尊 我们不是欧巴马的太太 我们是基督的新妇 不是博斯皇后 我们比以斯帖更尊贵 不但如此 神把我们带到了美国 来到这个安舒的环境 这个富裕的国家 更把我们带到了基督福音堂 听见他的正道 听见他纯正的福音 他还给我们学英文的机会 年轻人都在学英文 你知道吗 英文的属灵资源 属灵书籍 比中文丰富的 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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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个例子 中文的解经书 最有名的是哪一本 陈中道 中文解经书最有名的 就一本 陈中道的新约书性讲义 就那么薄薄的一本 不错的 但是英文解经书 Matthew Henry's Commentary John MacArthur's Commentary Inverse Bible Commentary People's Commentary Expository Commentary 我都说不完 汗牛冲动多的不得了啊 但是翻成中文的 就风毛零重 百分之一都不到 换言之 如果你懂英文 你听到的资源 你听到的机会 就比只懂中文的 多一百倍以上 甚至上千倍都不止 哇 我们这些住在美国 懂英文的华人 真是得天独厚 所以不要以为啊 我们每个礼拜 坐在这里 安安稳稳 听神的道 是理所当然 岂不知道 你我蒙了何等大的恩惠 何等大的福分 我1985年第一次去中国 大概到2002年 大概十七八年 经经历土才出来 我知道国内很多的信徒啊 他们寻寻觅觅 好多年都听不到正道 出了假教会 又进到义端里头 到处流了 出了虎穴 又入了狼窝 总是找不到羊圈 总是听不见正道 江南十岁信主 但你知道什么时候 他才有一本圣经 上了大学 二十岁出头 才有第一本圣经 到了二十七八岁 遇到了我 才第一次听见正道 以前没有听过正道 我的岳母 家人的妈妈 在中国 她信主有六十多年了 她一辈子 这六十年来 参加过所有的聚会 加起来 还不如我们一年 一年那么多 不是因为她不想聚会 不想听到 而是因为她所处的那个时代 那个环节 没有机会 没有自由 我上个礼拜 就上个礼拜 收到几封信 我都给大家听了 三封信 第一封信的弟兄说 昨天刚刚听说 十几位肢体 都被判了一年半的劳改 我的父亲年龄最大 已经六十七岁了 他们无端端的定我们为邪教 大家都拒不承认 他们又不能判我们的行 所以就判了劳教 他说 我们怎么算是邪教呢 回想我们信主之前 心中充满了对世界的不解 怨恨和绝望 但我们得救之后 主让我们的生命有多大的改变啊 我们学会了饶恕 学会了爱 我们凡事都照着主的律法行 远超过尊行世上的律法 他说 我们坏的时候 坏 图图 银号 我们坏的时候 他们说我们是好人 我们现在好的时候 却成了 阶下求了 他说求主为我们生远 我们自始自终都没有送领 没有找人情 因为知道 这是出于主 只求主加添我们构用的力量 他继续说 我们这些在监狱外面的日子也不好过 他们在严密的监视王的一举一动 现在感觉已经是四面楚歌举步为间了 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请弟兄姊妹为我们祷告 第二东西说 有几个弟兄姊妹是第二次进监狱的 其中一个叫做陆家的弟兄 上次遭到极大的摧彩 门牙被打掉两颗 头被摔成脑针 后来出狱以后整个人都迟钝了 然而他爱主的心却始终没有改变 当他为打他的人祷告的时候 说主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 打他的人也感动 第三东西 另外一个地方 不是山东 另外一个地方寄来说 凡是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的信徒 都有被抓的可能 我们不敢聚会 没有人牧羊 传道人都东躲西藏 这个日子 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让我们为国内的信徒 国内的肢体带导 可知道 我们今天在这里 在美国 在基督福音堂 可以平平安安的每个礼拜聚会 听到 我们真是蒙俗 只怕 很多人 身在福中 不知福 只怕我们不珍惜 神赐给我们的机会 虽然神在千万人当中 拣选我们 赐给我们平安的环境 给我们听到的机会 给我们信仰的自由 我们学习的条件 我们真是天之交子 得天夺候 尽管如此 但是还有人 有圣经 却不好好读 有机会 却不来聚会 不来听到 就算来了 也漫不经心 不当鬼神 不珍惜 我们真是 身在福中 不知福 有机会 再问一次 请问 你知道为什么神如此恩待我们这些人 给我们这么高贵的身份 成为神的耳语 这尊荣的地位 这优越的条件 是为了什么呢 难道是要我们躲在王宫里 躲在温室里 躲在这个象牙塔里 独享天福 为了自保平安 是吗 言之 你我得了 王后的位分 不是为 现今的机会吗 现今 这个时刻 是中华 很多人都说我信 我信 主啊主啊我去教堂 官办的大教堂里头 人山人海 挤满了人 水泽不通 但是有多少人听见了真正的死平 有多少人 有多少人认证 从生得救 成了十两人 他们如同 没有牧羊 没有牧羊员的羊一样 流离失所 不知何去何从啊 四周围 四周围都是拼着羊皮的狼 胡适当当要吞吃小羊 一端写说 到处在招摇状片 假仙气也四处狠行 真是天下大乱 人心惶惶 乌烟脏漆 一片混乱啊 到处是尸丧的灵魂 到处是嗷嗷待哺的羊 到处是马其顿的狐身 到处是求救的艾名 到我们这里来 我们要听福音 我们没有传到人 没有人牧羊我们啊 到处都是艾名声啊 哇哇哇一片啊 朝门外 一片哭声 如今这是 庄家多工人上 而我们 却在这个 舒服安逸的 王宫里 无忧无虑 独享清福 新闻弟兄姊妹 新闻弟兄姊妹 我们能够只顾自己 吃得饱饱的 不管他们 饿死而故 猪门 酒肉 臭 路由 冻死我 能够只管自己 我要读书 我要考试 我要工作 我要上大学 我要赚钱 我要成家立业 我要生儿育兵 我能够只顾自己 寻求出路 不管群羊羊的 迷茫失散吗 他 郑姊妹 不能闭上眼睛 塞住耳朵 天国兴云 天国兴亡 天明有则 十多年前 不是十多年 二十年前 八九年 六月四号 民运的期间 我在湖南 一所诗专教书 教英文 我的学生 那个时候都热血沸腾 课也不上啦 书也不读啦 成千日就上街游行啦 贴爱国标语 喊民主口号 生死历劫 红都喊牙啦 要民主要自由 但是 当时有一小部分的学生 对国家大师却漠不关心 他们不管那么多 趁着别人出去游行啊 示威啊 贴标语 他们躲起来 多读书 赶快读书 他们偷偷地自己在那儿 谈恋爱 他们不顾国家大事 只顾个人私事 一旦其他的学生知道了 他们都愤愤不平啊 就责备这些人 你们这些人 这是麻木不仁 国家兴亡 辟负有责 你们自私自利 你们怎么样 请不要误会 我不是在这里宣传 爱国主义 也不是在鼓吹民主运动 而是说 世上的人 不信主的人 为着一个地上的 暂时的 遗下的国度 他们为了民主 为了自由 为了平等 你可抛通炉 撒热血 那么我们 这些天国的子民 为着那天上的永恒的国度 为了基督 为了福音 为了天国 岂不更应当 不惜代价 全力以赴吗 主耶稣说 你们要先求他的 先求他的国 天国心王 天灵有责 只怕 教会里头 太多 麻木不仁的基督徒 太多 对天国大使 无动于衷的天国子民 我们只顾自己的小家庭 小圈子 小天地 小世界 我的家庭 我的儿女 我的生活 我的工作 我我我我我 不管天国大使 不管福音的广传 不管教会的新穿 不管基督的荣耀 只顾自己 各位姊妹 我们不能再麻木不仁 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 不是位 你会有现今的机会吗 听此外 请问 你愿意和伊斯帖 当年一样 为了神的国度 也为了别人的利益 挺身而出 奉献自己吗 你愿意把自己身体献上 作为国籍 为主尽忠吗 在座的有做父母的 你愿意把你的儿女献出来 服侍主吗 我年轻的时候 二十三四岁的时候 我蒙昭到泰国去传福音 哎呀 教会里头 很多姊妹就恭喜我妈妈 哎呀 您真有福气啊 有个好儿子啊 年轻轻轻为主奉献啊 庆家舍业到泰国 您真有福气啊 哈哈 我儿子啊 你知道我妈怎么回答 你为什么不奉献你自己的儿子 请问你愿意吗 弟兄姊妹 挺身而出 奉献自己 不是凭着一时的血气之语 现身是要附带贾文刚唱的 是释迦的道路 要怎么样 要牺牲 以思天愿意付这个代价 他怎么说 我若死就死 他愿意跟他的骨肉同胞 同生共死 同肝共苦 他愿意冒在自己生命危险 闯入进宫 求保开恩 他愿意把自己个人的利得失 置之度外 他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 我若死就死罢了 同样的 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愿意像以思天一样 挺身而出 献身给主的话 我们必须付出同样的代价 也许这个代价太高了 我们宁可不问 不管闲事 不卷入这场风波当中 神把我带到美国来享福他 这是神的带领啊 别人死活跟我什么关系啊 我不想知道 我在教会里头 我来聚会 我来唱歌 我来奉献 就不错了 我还藏心呢 我管不了这么多贤身 这儿 增言二十四章 十一到十二 整文中生 人被拉到死地 你要解救 人将被杀 你需阻拦 你若说 这是我未曾知道 那衡量人心的 岂不明白吗 保守你命的 岂不知道吗 他岂不按个人所行的 保应个人吗 神是公平的 如果我们硬着心肠 自私自利 见死不救 我在王宫里头 他们跟我什么关系 有一天 神要找我们算责 我们逃脱不了神 公义的审判 你莫想在王宫里 就强迫一切 某大人得免这祸 不要想你躲在这个温室里 躲在美国 躲在这个象牙塔里 就强迫其他一切的中国人 可以逃脱神的审判 此时 你若 必可不言 尤大人力从别处 得解脱 蒙拯救你 此时 你视若无睹 不管不问 不管别人 我才不管呢 我忙得很啊 那么神造样 可以成就他的旨意 尤大人必从别处 他可以从别处 兴起人来 称存他的旨意 他不需要你 但是 你我 就会失去被神使用的机会 而且更严重的 你和你的富家 必至灭亡 请听这个严肃的警告 此时 你若闭口不言 不要紧 尤大人 别从别处 得解脱 能拯救 不需要 但是 你和你的富家 必至灭亡 我认识一些基督徒的朋友 他们 从东南亚 从台湾啊 大陆啊 香港啊 想听办法 跑到美国 他们要做美国梦 哇 拼命往上爬 追求个人理想 实现自己的报复 自私自利的生活 要在美国建立自己人间天堂 哇 那是往往 结果 他们的天堂成了 地狱 他们的美梦到最后成了 噩梦 多少 家庭破裂 夫妻成了冤家 丈夫有了小蜜 妻子有了外户 儿子患了自闭 女儿留了神经 成天 悠悠悠 有没有这样想 得到的美国 失去了健康 弄到了身份 付出了家庭 赚得了美金 赔上了良心 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 性命 灵魂 不值得 最后 妻离子散 美梦成空 理想破灭 一切成空 他们精神受尽了灯火 不知流了多少悔恨的眼泪 这样的悲剧 他都好干 千万别干这一行 吃一步讨好的 别做传道人 结果 战争爆发 他们的耳鱼 被政府 伸手 在战争上 封了炮灰 因为凡救自己生命 而必 丧掉生命 你莫想在王宫里 就强过一切的犹大人 得免这祸 此时 你若闭口不言 犹大人 必从别处 得解脱 蒙拯救 但是 你和你的父家 卑之 灭魂 但是还没有完 还有下文 什么 胭脂 胭脂 你得了 王后的位分 不是为 现今的 机会吗 现今的以私贴 在哪里 当中 有谁愿意 把自己个人的安危 置之度外 有谁 愿意为神的国 和神的义 放弃 放弃世上的功名 利益 得失 追求 算得了什么 有谁愿意 从这安危的象牙塔中 从这个舒服的摇篮里头 挺身而出 和朝门外 我们食上的苦肉 同干苦 共万安 有谁愿意献身给主 好叫别人 因着我们甘心的奉献 与我们一同 蒙恩 得福 现今的以私贴 在哪里 焉止 你得了王后的位分 不是为了 现今的 机会 机会吗 最后我们读 《波马书》第十二章 所以保罗说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鸡 是圣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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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如此适合 乃是理所当然然的 献祭 我们知道 旧约的繁茧 是把一头好好的牛 或者肥重的羊 宰撒了 然后 现在祭坛上 用火 烧为灰烬 这不可惜了吗 浪费了吗 好好一吃 肥肥重重的牛 羊 可以卖好多钱 也可以喂饱 上百元的度长 你们去把它杀了 把它宰了 把它烧为灰烬 可惜了吗 浪费了吗 在人看来 这是糟糕 但这是神所悦纳的献祭 你记得 耶稣上十字架之前 玛利亚 把一瓶 价值连成的香膏摩药 把这瓶给打破了 然后来膏摩耶稣的脚 他门徒看到 你怎么搞都浪费了吗 可以帮三十两名搜集囚人 这不是浪费了吗 在人看来 这是糟糕浪费 但这却是神所悦纳的献祭 兄弟妹 我们放弃世上的功名利路 我们年轻轻轻地献身给主 为主而活 哇 可惜了 好好一个有为青年 本来可以在世上大有作为 做博士 做医生 做律师 赚大钱 哇 现在跑去服侍祖了 跑到教会里头东奔西好的 这与人才埋没了吗 不是糟蹋了吗 这人看来是糟蹋浪费 但这却是神所悦纳的献祭 保罗说 我以神的慈悲圣语 将身体献上 做为什么 活的 不是死的 新约时代 旧约是死的 新约要什么 活的 请问 这是谁的话 神 你愿意回应 主的呼召 献身给主 成为国籍为主而活吗 你愿意吗 不要误会 我不是叫你跟我一样 飘洋过海 做个宣教士 做个传道人 做个牧师 不是这个意思 这需要神特别的故障 我乃是奉主的名 根据主的话 以神的慈悲 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主 一生为主而活 顺服主的旨意 任凭主的猜欠 主的使话 祂要你去哪儿就去哪儿 祂要你干啥就干啥 把自己献上做活主 愿意吗 保罗说 你们如此事奉 乃是什么的 理所当的 就是应该的 为什么应该啊 因为 我们的主 用自己十字架 所留的宝雪 赎买了我们 祂是我们的主宰 我们是祂用宝水 用纵价 买回来的奴仆 我们是仆人 不仅是仆人 更是奴隶 祂是我们的主 我们是祂的奴隶 但是 祂不是一个自私霸道的敌人 祂乃是一个爱我们 满有慈悲 满有怜悯 替我们甘心舍命流血赴仲价 赎买我们的恩主 不是个霸子 是恩主 既然祂如此爱我们 所以 理所当然 我们已当回应祂的大案 把自己献上做活主 既然祂甘心 甘心情愿为我们而死 那么我们可以当理所当然 为祂而活 一生 为祂而活 请问你愿意吗 主要 使徒宝我没有说 我以神的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 全民 命令你们 必须奉献 必须一定要奉献自己做 有没有 没有 他怎么说 不是全民 我以神的慈悲 不是命令 而是什么 全民 全民 他没有命令 他没有强迫 为什么 因为 爱是自发的 不能勉强 奉献是甘心情愿的 不能强迫 既然我们的主 他不是强迫 他没有必要为我们死 但是他甘心 他情愿 忍受十字架的羞辱 忍受那一切的痛苦 他甘心为我们舍命 戴罪 死在十架 他甘心流出他的宝血 他甘心付出仲 输买我们 救我们出死入生 既然他甘心 他请愿 那么请问 你愿意 回应他的慈悲 他的大爱 奉献自己 一生为他而活吗 你愿意 抓住现金 就是此时此刻 这个奉献的时机 把身体献上 作为活气 一次奉献永不生回 你愿意吗 我们唱 活着为耶稣 但是自然太有点 我愿意 他的这些故事 编译 桑合 小律生 祖师 祖师 欣然臣腐朱 拼出之音笔 这样为烛火 是梦术路程 基督耶稣我求主 我写深信给你 兵体在世子家上 甘愿为我设计 你是我唯一主宰 我请做你道座 从此我要为主而过 主啊算你为你 为耶稣而过 祂为我守死 背负我追在 首领路作弃 如此把慈爱感动我回忆 我愿谢一切 感谢主好地 基督耶稣我求主 基督耶稣我求主 我写深信给你 编 kontarnos 尽 farmero 他在世子家上 甘愿为我设计 你是我唯一主宰 我请做你道座 从此我有为主而莫 主啊 转移为你 为耶稣和我 在观战世界 我心最宝贝 出此爱笑容 神愿为我主 去寻找你啊 拜灵地坚持 安息主外送 基督耶稣我救助 我全身信给你 赢你在十字架上 赞结为我设计 天使我为你主宰 我心做你报答 从此我要为主而莫 主啊 转移为你 你若受了圣灵的感动 你若愿意回应主的答案 回应主的呼召 你要把自己献上身体献上 作为过节 为主而为我 请你不要勉强 不要作难 不要动 不要跟着别人糊里糊涂的举手 要甘心情愿 要想清楚 要计算代价 如果你愿意 认真地在神面前 诚实地奉献自己 一生为主而来 请你在神面前站起来 至少我们感谢你 我们是本来微不足道 残土不如的人 因你的大爱 在创世之前 拣选我们 你赐我们神儿女的身份 救我们处死入圣 我们得了这王后的位分 主 谢谢你的慈悲联礼 我们如此侍奉 如此奉献自己 乃是以所当大 因为你为我的死 我们可以当为你而活 求你保守 我们诚心的奉献 让你一生 持守在这条灾路上 不求自己的荣耀 只求你的喜悦 这十字架的道路 许多的艰难 许多的眼泪 但是感谢你 这是你走过的 感谢你 将自己献上 就求你保守我们的道路 圣灵存满我们 让我们这一生 荣耀多结善 一切荣耀归给福祉 将祷告送 耶稣基督圣灵 关注 请 KHUN 五肉十三 首足遭养 我虽没恩 隔天无后 我二十七岁的时候 写了这首诗歌 当时 我抓住了现身的实际 从美国回到中国 把我的青春 黄金的年华 奉献给你 如今我53岁 我愿意再一次献上自己 作为国家 继续为主燃烧 为主破损 我们一起 为主燃烧 唯有他陪 我们的生命是他所赐 我们为此事奉 我们还是理所当代的 无肉欺散 手足遭殃 我寂寞 我寂寞的天赌后 岂能躲在 想要他走 看图安宁 不向天赌 我要骗手 我要为主 今生而出 与佛同胞 同感同苦 往日超受 少神之拨 心安你的誓言明目 天下大論人心我望 盡量迷茫不忍心你 那心安靡無聲刺青 有誰傾聽有誰回應 身為祝福我幾人都 袖手彎彎無動於衷 天之盲族無謂此刻 現身衝擊為祝祈禱 好好一致肥壯牛肚 家製生萬用渡上線 奔可攻擊愛人渡上 為何掀起少爲危機 浪費了嗎可惜了嗎 為主犯傷 為主破碎 別施捨非 越濃越濃 我祝福的最好獻祭 好好一致肥 想到我要 家製臉神的愛 我已奔可變賣 究極窮人 為何掀起少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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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主分少 為主破碎 我祝福的最好獻祭 好好一個有為青年 好好一個有為青年 掀起少爺 掀起少爺 為何掀起少爺 浪費了嗎 浪費了嗎可惜了嗎 為何掀起少爺 為主分少 為主破碎 為主破碎 越是糟大 越紅越大 我祝福的最好獻祭 冠軍之君 我祝耶穌 冠軍之君 冠軍之君 我祝耶穌 神的愛子 神的之好 神的之好 奔向天家 我登福了 為何掀起少爺 神的之好 奔向天家 冠軍之君 為何掀起少爺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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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君 為何掀起少爺 人人都喜歡住 安逸的美地 卻沒人願留在 困苦的地區 農村 農村 要好城市 小城市好大城市 大城市好上海好北京 北京上海好美國 到了美國 到加州 仍往高手爬 神從天而降 身在又髒又臭的房子裡 為何掀起 人人都喜歡住 安逸的美麗 卻沒人願留在 困苦的地區 人人都喜歡住 人人都喜歡住 久也大古城 天美人願分 夫偏僻小鄉村 讓別人去留不陽 我擺墨 我擺墨荒野 讓別人住 陽樓 我沾長路俗 人人都喜歡去 夜幕會大交道 卻沒人願意去 穿到便圓裡 人人都喜欢做 祖民当务师 却没人愿意做 无名寻道士 让别人生大法官 我做干死鬼 让别人耍大财 我学赞千方 人人都喜欢当 俗人的一生 却没人愿意为穷人来看你 人人都愿意为靠近而爱你 却没人愿意为救灵魂牺牲 让别人去靠近 我抢救灵魂 让别人去靠近 我愿寻弊魂牺牲 求恩主赐我 求恩主赐我 请倒地街走 是黄金魂牺牲 使灵魂神迹 因我恩主也曾赐天家荣耀 不愿意为救灵魂牺牲 抢救灵魂牺牲 不过感谢先生 从今抱祝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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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感谢先生 太多待在一心 互相厚 他已经遇见中 了不过感谢先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